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昨天我们出的影片讲LOTR,应该没得再延期了 7月20日之后,如果未获得BNO5加1签证 你只可以是一般游客身份入境 如果你想入境之后,再在英国申请BNO5加1签证,就可能不得了 有人就认为,可能不得,即是或者得,可能得了 这个想法我就真的不想在这边辩论了 有人喜欢从这个角度去看,这就是他们的选择了 不过如果英国政府现在是故意白纸黑字地写明 是想表示可能得的话 为什么英国政府不索性不说呢? 就让大家自由地去试,到时就再给你入境 入境之后,你再在英国申请BNO5加1就可以了 他为什么现在要故意写出来呢?这一点我真的不明白了 今集我就想继续跟大家讲一讲英国刚刚更新的 BNO欢迎小冊子的内容 这份更新的欢迎小冊子,就除了介绍有关香港移民的欢迎中心之外 也有三份附件,这三份附件分别是介绍 怎样联络一些专业团体,包括医生、护士、教师、社工等等 等一些专业人士知道怎样去到英国 考取或确认他们的专业资格 而第二份附件是介绍怎样自治物业,即买楼买屋 第三份附件是介绍在英国就学的情况 由于很多BNO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反映 因为缺乏相关的文件,以致难租屋 英国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郑伟奇 在5月27日写了一封信 那封信就给租务代理和放屋出来租的业主 说明BNO5加1签证和LOTR入境 英国的香港人是有租住房屋的权利的 希望业主和租务代理可以放心租屋给香港人 郑伟奇在信里指出 BNO5加1签证的香港人在英国是有租住房屋权利 而LOTR虽然只有6个月的居留期 但是为他们提供12个月的短期保证租药也是合法的 而且是不需要再有其他的检查 而你持有BNO5加1签证的香港人 根本就持有一个生物识别晶片居留许可证 即是BRP 已经证明了他们在英国是有租住权的 另外这份新的欢迎小冊子也新增了一些细节 包括在英国创业、母婴健康的服务、牙医等等 也进一步解释极度贫困和无家可归者 如何得到相关的换助资料 而这份更新的小冊子的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中 大家有时间不妨看一看 虽然其实都很长的 是去到50页那么长的 最后我们英国现在的朋友 他什么都没兴趣的 说什么都没兴趣的 他们只是有兴趣一件事的 就是来到香港时间星期日即11号 欧洲国家杯英格兰对意大利冠军赛 这一场比赛7万张票一早就卖光了 这些黄牛飞原本是3200元港币 现在盛传说炒高了200倍 听起来不知真是假的 这纯粹是资料看回来的 一如所料 现在很多球迷已经向公司请假要看球 甚至有工会提出叫老板放假 放假给人看球 预计这个比赛可以为英国带来 120亿英镑的消费额 而英国的博彩公司的盘口就是 英格兰赢球一陪1.8 意大利赢球一陪2 即是暂时看高英格兰少少 但是这样 英格兰和意大利两队球交手26次 意大利赢过11次,和过8次,输过8次 意大利赢球比较多些 不过这些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每一次球赛的球员都不一样 除非这个国家从来都是超班的 即是等于,举个例子 巴西就对中东的巴林 巴西几乎一定是赢了 否则每次比赛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所以今次英国就是主场之利 仍然是被提高一些的 好了,时间来到这里都差不多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下小铃 如果你按下小铃,我们有新片 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希望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支持我们 让我们有多些资源 继续发展这个YouTube频道 拜拜 拜拜